好中秋节应景的水果就是柚子 但是要提醒有吃降血脂 降血压药的人要注意了 不要避免要同时吃柚子以及文旦 否则会有不良影响 药师也说了别以为分开吃就会没事 分开吃只是让副作用发生的几率降低而已 绝对不会是零 中秋节的应景水果就是柚子了 但是提醒有吃降血脂 降血压药的人要注意了 服药避免同时食用柚子文旦 否则会有不良影响 药技师也指出别以为分开吃就会没事 分开吃只是让副作用发生的几率降低而已 绝对不会是零 服药的期间是尽量要避免使用 因为会有一些潜尝性的这些不良反应 还是我们可能不太知道的 像在有一些药袋的上面 就是有一些服药的注意事项 也会特别提醒民众 就是在服用这一类的药品 要避免就是同时病用哪一些水果或是食品或是药品 那会有一些交互种特别会写在药袋上面 柚子含夫男香豆素成分 会造成药物不好代谢而增强药物的血中浓度 尤其降血脂药 降血压药 镇静安眠药 抗心率不准药 免疫抑制剂 抗癫痫药五大类的药物需要特别小心 可能像是降血脂啊高血压的药品 那他可能对那个就是 葡萄柚啊或者是柚子里面的有一些成分 会跟这些药品会产生一些交互作用 所以民众就是有这些慢性病的药品 在服用慢性病药品的同时呢 也要相当注意在使用这些水果的时候 要特别要注意那有些真的那个药物交互作用的情形 如果是已经在吃柚子的病人 详阅一下药品访单或者是咨询药师 确认是否有药物交互作用的风险 服药期间如果有不寻常的症状要立即就医 去教高双双预证采访报道